歡迎所有好朋友來到台股獲利任意門 現場為您邀請到永存國際投顧林建宏分析師 歡迎建宏老師 你好 所有的個人朋友投資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今天時間來到7月30號的週二 我的媽咪啊 今天早上台股又跌破2萬2了 大家肯定都很慌張 這一波的這樣大跌重挫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而且我如何來判斷 什麼時候才是關鍵的植穩點呢 想必這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 待會節目中呢 由建宏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那也包含老師一再提醒大家 這個時候呢 你必須要找的個股是領先大盤 他已經率先整理完畢 籌碼乾淨的 大家記不記得 君豪 老師在這樣的盤勢之下 早上今天最深得到300多點 可是他今天竟然是強攻漲停板 而且除此之外呢 還包含萬潤 在這樣的盤勢當中 他是在密封高飛的 除了領先大盤整理完畢之後 他還有符合什麼樣的層面 所以老師才會一再一再的點他 而且大家也要找的是這樣的標的呢 那也包含說現在很多在看節目的好朋友們 都想說 老師我手上的個股到底止跌了沒啊 我要怎麼來判斷呢 所以請大家務必鎖定我們節目了 好 邀請正宏老師 好的 OK 好 現在我們盤中錄影的時間 哇 現在是12點23分 今天台股開盤成一度大跌330點 然後現在錄影的時間的話 開始由黑翻紅了 現在指數小漲7點 但是不真的事實啊 以現階段的話 他依舊是如同金融所規劃 就大盤而言 在先前7-117創高24416之後 漲多創高之後的慣性壓回 那我預估這一波會在季縣附近 做一個來回震盪 那大家現在的 現在的一個心情啊 我相信縱使現在的大盤 呈現一個開低開始翻紅的一個態勢 但是不真的事實 有幾件事情 尤其是大家覺得非常困擾的 第一個 現在早盤開盤當中跌了300多點 很多投資人說哇 或是很多報上媒體雜誌 甚至盤中連線來講說 2萬2不守跌破了 怎麼辦 那基本覺得說 這個所謂大盤指數2萬2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說 這一波我說創高後的慣性壓回 什麼時候會止跌 那怎麼來判斷 所謂的疑似低點 浮現測試階段 這才是大家下一波 在大幅度整理之後 習性復活之後 最佳的一個上策機會 是沒錯 再來在過程當中 大盤這一波 我說創高從7月11日 2411日之後 往下探低到今天 還在破前提盤中的低點 今天盤中低點來到21833 這一波修正下來 修正下來的一個幅度 高到2000多點 那這2000多點當中 我相信沿路發表這種節目的 我已經跟大家強調 在這樣子創高後的修正盤式 關心壓回當中 你要有逆思維 你要能夠持有的個股 可以逆風高飛 就如同我們今天均豪 對 是不是 5443 今天是強攻漲停 今天什麼 對不對 八韓6187的萬倫 是不是也是一樣呈現逆風高飛的態勢 這個就是我最近一個多禮拜 一直在強調修正的過程當中 大盤在修正過程當中 我一直強調的 你要注意的 在這樣的氛圍當下 你要找 找什麼 就是領先大盤 整理完畢的個股 那今天的一個均豪 全攻漲停 萬倫大漲半跟停板 在這樣的逆勢的行情之下 會有這樣的走勢 事實上我們不意外 我們一再再預告 而這個所謂的 符合大盤領先真理完畢 它必須符合三個層面 是怎樣三個層面 今天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為什麼會看好這樣形態的股票 太好了 為什麼會看好均豪 會看好萬倫 你可以順道用這個三個層面 來檢視最重要的 就是現階段 你手上的股票 這樣的盤式氛圍 我相信還有很多股票 持續弱勢 還在破底 那套勞的股票 持之入口 現在到底能夠續爆續流等反彈 還是該當機立端的先出一場 因為是攸關 你後續抬股質問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力往狂難 力轉勝的一個關鍵時機 OK 好 我們先就大盤來看 就一直在強調 多投行情 多投形態 它就是一三比一三高 當7月11號 再次如同我所說的 我一再強調 我的一個經典諺語 大盤個股 大漲創高後 一定會有慣性壓回 那果不其然的 它就是在24416之後 大幅度的壓回到季線附近 而這個壓回的過程 壓回的形態 趨勢 基本上我們是掌握的 因為如同我所說的 大漲創高之後 一定慣性壓回 但是我說 比較難預測的 出乎意料之壞的 是這一波壓的 又急又快又神 2000多點 那過程當中 無非川普 無非颱風回來 美國的一個 政治的一個氛圍 跟所謂的一個市場上 再漲多 9000點 從去年10月31號 下差許量 破萬六上來 漲了9000點之後 一些可能持有多方的籌碼 在做一個事實的調整 導致這一波的一個 慣性壓回 是比預期來的大 又快又急的 但是呢 在這一波壓回之後 一再的往下做一個測試 甚至回到季線的時候 我們在7月22號的時候 是不是 上禮拜的禮拜一 我說多頭形態 就是13比13高啊 因為過去當中 已經驗證太多了 我說無論是4月份的一個高點 創高 歷史新高之後 壓回 它就是一個機會 跟爬山一樣 休息夠了 果真在創高嘛 對不對 到5月28那一波 再創高之後 也再一次的壓回 是又是再一次的機會 每一個圈 6月20號 這個每一個重要的轉折 進行就說 多頭形態啊 漲多 創高 一定會壓回 但是壓回你要等機會 對 機會 每一波 已經幫大家掌握過三次了 包含7月11號 24416創高出來 在7月22號 這一根黑 黑K打到季線附近 我再一次的公開在 XX1788 圈起來告訴大家 預測再一次的規劃大牌 我說大概就是這條季線 季線 我說多空分水 分水嶺 對 生命線將會是本波的機會 那形態上 裹不起來嘛 是不是壓回 就是在季線這附近 是 那今天再一次創低的時候 大家也記得建宏所說的一句話 我說不要急啊 過程當中當然也有紅K 包含現階段 整體我們在錄影的當下 今天跌了三百點 三百三十點 再創波段修正的低點之後 現在雖然是已經拉到平盤附近 甚至剛才有神經翻紅 但是依舊我說不急 為什麼我說不急 因為建宏的黃金四部曲 這一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沒錯 那現階段 我說兩萬二破了 兩萬二破了 大家很恐慌啊 但是我說兩萬二這個數字不是重點 而是要怎麼去判斷什麼時候止跌 什麼時候是下一波再上策的機會 如同四月份 如同五月份 如同六月份當下的三次機會 就如同建宏的黃金四部曲 這一波修正的話 修正該波的低點支撐 那這個低點支撐過程當中 也跟大家分享了好幾次 你疑似低點 從七月二十二的這一根 到所謂放假回來 颱風反應的那一根 對不對 到週五之後 今天再一次的探低的過程 你的疑似低點過程的兩次 TEST是失敗的 為什麼 因為它破低了 對 因為我說疑似低點需要來回測試 所以我說為什麼大家不要急 不要急 如果你有聽進去說不要急的話 我相信你不會是追在 七月二十二的這個低 或是說 上週五 上週四的這個 颱風降回來的這個低 對不對 然後所以一樣的模式 不會在今天再一次過低 縱使現在流紅可以翻紅 我也說不要急 因為它依舊是需要 做一個來回測試 對 這個測試的動作呢 我講過了 測試的過程 就是要確保不再破今天的低點 21833 所以今天21833再次破低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是本波的 疑似低點 記得疑似低點 那後續如何確立 就是要來回測試 來回測試的過程 不再破低 它會有一個現象 對 足底打底 在測試 它是亮縮的 它是亮縮的 它是會持續亮縮 當過程當中不再破低 如同前一波我說 你Follow我的 我來阿東升已經快兩個月了 這一波 620建高之後 所謂23406之後 我說一定會有關心押回 果真Doremi的關心押回之後 在625那天的疑似低點 我們再次的一樣的邏輯形態 跟大家分享的當下 是不是如同就用我所說的 必須來回測試 是啊 測試的過程 是不是這樣說 而且 低點不能再破 當下625的低 但是過程當中 我說型態型態 尤其最近這一個多禮拜當中 我一直在強調說 你要找的是領先整理完畢 領先大盤整理完畢的個股 今天就再一次的驗證 是啊 5443 君豪 對不對 強攻漲停 今天是強攻漲停 這相信不是我今天才在講的 我已經講了它將近快兩個月的時間 包含前一波一樣的論點 我說邏輯形態不同 既然台股叫加全值數 我說全值全中的不同 兩三千檔股票的total的一個群 均價的一個所謂上漲幅度 按照它的權重乘出來 每天的漲低 所以既然是加全 在大漲的一個盤勢當中 一定有弱勢的股票 但是相對在台股過程修正的當中 創高再一次 慣性壓迴的當中 一定有強勢的股票 這種股票就是我所說的 領先大盤整理過 例如這一檔 對啊 君豪啊 你看之前也是一樣啊 我們不再講一次了 你看前一波這樣子 從60塊附近飆升到 先前的前高116 一個月的時間 7月8號一個多月的時間 那時候我就跟你說 形態架構形態架構 既然它叫所謂加全 它在走不一樣的路 我就說4月19號開始 台股那一波建地之後 開始到528 你就從這邊到這邊 你看 大盤這個過程 君豪是在足底 但是大盤漲了2700點 對是往上的 對不對 這個論點我跟他分享好多次了 對不對 然後它的含義是什麼 主體之後是創造了一個 所謂八成的一個所謂翻養 創高116 對 那一樣多頭其下壓回的過程 當這一波大盤再一次的 如果所說的 創高之後的慣性壓回 我說要找率先整理完成的 你看過程當中 大盤在跌 大盤是在整理的 跌2000多點 但是54435 一再一再的跟大家分享 你看5443 它過程當中 創前一波創高之後 它是強勢橫盤整理 甚至還做盤漸墊高 今天甚至還搶工漲停 是 而這檔君豪我們什麼時候進場的 哇 7月18號 微盤 我們什麼短線金鑽股 給大家看一下 你自己看 是不是 我記得 記憶遊行 1.24分 微盤 我說市價 對不對 建立此股 君豪這一檔 那當初我們是用什麼換的 我們的紅旭KY 我們蓋住了 我們用紅旭KY換的 是啊 對不對 278 我說短線的美好 三天就是368 不得了 完了之後 我們馬上就是轉進君豪 在7月18號當下的 微盤1.24分 市價買進 那天幾乎是買在 當天的低點day low 也就是這個位置 93塊以下 93塊以下 對不對 那你看 沿路上盤間 大盤上過程的跌 跌了2000多點 有干他什麼事嗎 沒有 這個就是領先整理完畢的 我在強調的 今天在所掌停 從92.5 92 92.5 93到今天106 大盤跌了2000多點下來 對不對 但是這個領先整理完畢的君豪 好我說要注意的就是這一種 現在是漲停 106 他是逆施逆風 上漲15% 也包含這一檔 一樣啊 在同一時間 6187的萬潤 對不對 我說前一步也是一樣啊 4月份的時候 我在君豪分享過程 對不對 在分享從4月份 間跌之後到528那一段 大盤漲了2700點 他在主體的過程 後來沿路應聲上去的過程 我再一次跟大家 提到 有這一檔 跟大家點這一檔啊 我說一樣的模式啊 4月份間跌之後到5月底的時候 大盤漲了 他也沒漲到 他也是在做一個震盪整理 是 主體的過程 到6月中開始發酵 漲了一波前高365 多頭型態漲了一波 創高之後慣性壓回 打回到季線 如同現金大盤一樣的位置 對 是不是回測季線之後開始震盪主體 亮縮 對不對 過程這一個禮拜我一直在點 這個是領先大盤整理完畢的啊 因為他是不是比大盤來得快 大盤現在還回測季線 如同我的規劃 他的儀式地點都才剛出現 而且還未必確立 但是6187的萬論是不是率先大盤 有整理完畢 落底一次地點測試之後開始做一個盤間 然後今天在底部這樣子持續墊高的動作 而且是放量的啊 我說過程測試過程當中是亮縮 放量之後開始緩步盤間 過去幾天 幾個交易日已經在往上攻堅了 是 是不是 現在目前漲得半更停半 對啊 所以我說5443啊 對 同樣的型態架構很重要 因為型態架構型態架構不同 這個就是領先大盤整理過去 就一直在強調 對 那怎麼去判斷領先大盤整理過 老師不常思耶 這個真的很重要 幫大家整理出來 為什麼過去這種盤是 大家在恐慌的當下 我給大家養分 我給大家方向 我告訴大家黃金四部曲 我告訴大家 大盤創高後會有慣性壓迴 壓迴的過程 怎麼去抓那個低點核實質地 甚至過程當中 我說大盤在跌 我說加權加權 但是你現在股票 你要做什麼樣的股票 我說率先大盤整理完成的 對 如同君豪 如同萬論 他就是逆風高飛 那所謂的 率先大盤整理完畢 我看好他的原因是什麼 我今天一樣在放功夫給大家講 太好了 我真的是不常思 這個也可以順道檢視 你現在 你在恐慌當中 我說縱使 現在我在錄影的時間 大盤由黑翻紅 但是我說不急 他還是要測試這個儀式地點 但是你有很多股票 你的股票還依舊套牢 還在破底 你就必須要去檢視 他是否具備這三個層面 我說領先大盤整理完畢 對 就如同君豪跟萬論 哪三個層面 第一個 產業趨勢 我想問問大家 君豪跟萬論 是不是一樣就是AI相關周邊的 那AI是不是如同建宏所說的 他就是我的一個四大長多 四大長多的一個所謂 我說五至十年 對我已經講了兩年的時間 到現階段 依舊他還是一個輪長輪同的態勢 他就是主流就是核心 所以你產業方向必須對 掌握 必須對嘛 對不對 你說產業趨勢方向 對君豪長什麼 先跟大家講說 相關的設備切入先進製程 你把台積雖然最近 讓營業盤勢的影響 但是問題是我說 魏哲嘉總裁 在第三季的所謂的一個預測 包含第二季的所謂的一個 法縮的一個獲利狀況跟結構上 先進製程三奈米五奈米 是在先進的相關的一個需求上面 他就是現在的一個主流 也佔台積電最主要的營收比重之多 對不對 所以產業趨勢均好相關的 轉向所謂的一個 封裝這一塊的先進製程的一個設備 轉型有成 訂單陸續進來 對不對 萬論原本就是所謂台積電的一個 所謂設備的供應鏈 這個產業趨勢吃到AI周邊的 他就是十大廠 就沒有錯嘛 對不對 第二個型態架構型態架構 就如同剛才建宏跟大家講的 為什麼一直講說 現在這種盤大家很害怕 沒有關係 但是你就是跟著我一起來 我說要找這個領先大盤整理完畢的 形態架構的不同 對不對 我說加權加權 多頭型態如同我一再講的 一三比一三高 這一段一個多月八成 我在講說足底 大盤漲他沒有跟著一起漲 2700點的過程 足大底之後 一個多月漲了大概八成之後 創高壓回當大盤 7月11號 創高 對不對 歷史新高 壓回了2000多點 但是他依舊高姿態整理 甚至做一個盤間往上的動作 這個就形態上 不一樣 不一樣嘛 就是領先整理完畢 是的 一三比一三高 換手之後再攻 才有今天所謂 再重新站回百元之上的均耗 全攻漲停的均耗 對我們說7月18號 剛才給大家看那個 coaching的進場點位 短線金賺會員的一個股票 是不是 對不對 尾盤進場的一個價位 大概92.5至93之間 對不對 那到今天我說 均耗反倒是內向漲15%的 這個創高之後 如同我預期的創高之後 創高之後的一個大幅度壓回2000多點 關這個領先整理完畢的 什麼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說形態架構的不同 再來股價的一個位階 股價的位階 我相信有很多投資朋友 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的 為什麼我每天跟你講這個事情 跟烏鴉一般的跟你講這幾句話 既然大家都知道說 大盤個股創高之後會有關心壓迫 這個都是有前因後果的 多頭型態就是 第三比三高 那我說如果底部可以掌握 跟林建宏掌握是最好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不要一個錯誤的論點 認為說它漲了 從A點到B點就是45度假 會漲不明 你都沒機會不對的 是買賣的 最簡單買賣的關係啊 一檔股票它買5塊 現在漲到20塊 它都已經4倍翻 它都要翻 它都要賣了啊 你為什麼會去買它 比它貴4倍的20塊 那不是馬上被拔 對不對 所以漲了一波 可以底部上還是最好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 沒關係你不要急 就如同現在大盤 在找疑似低點 在測試的過程當中 它一定會有換手壓迴的機會 是啊 因為個股會受盤式氛圍影響啊 盤震盪跌的話 你再強的股票也會受影響啊 但是如果它是多頭 當換手整理完之後 它一定還有下一波 再創高前的最佳買點 這個就所謂位階位階 是如同君豪一樣 是不是這樣子 一三比一三高 創高之後壓回 盤式震盪 它算客氣的 它算客氣的 為什麼 你看大盤如果驗證了 創高之後冠星壓回 來了又快又幾 2500點了 但是它 它過程沒有跌 但是它也沒有銷商的功 它是緩步墊高的 這就是多頭型態啊 這就是領先整理完畢的 所以 領先整理完畢是現在的一個關鍵 大家要找的是這種 符合這三個層面 產業趨勢 形態架構 股價未接 你就是不要去給我最價最高 最價最高一定死啊 你相信這種一句話 你當中隔日的時候 再怎麼會衝 我就說你就要確保每一次都衝對邊 對不對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人才 我自探不如 因為這不是我的族類 我真的沒有這個能力 它有風險的 我只有穩定穩定 扎實實地做 我可以告訴你怎麼買的滴滴的 後面有大貨利 我相信這個才是你最想要的 是 買的安心 後面大貨利你超級開心 尤其是這一波 我說再一次的 我們在7月12號再一次的 7月22號再次的規劃 對 你看中間過程 我已經分享幾個轉折機 一直邀請大家來 一直被我驗證上去 那這一波再次壓回到目前為止 縱使大盤 現在今天在探低 由低點現在翻紅平盤附近 但不真的事實 它就是在我框的這個地方 是 就是回側近線 這個位置就是下一波的機會 沒錯 那疑似低點 我的四部曲 一再一再的過程跟大家分享了 符合這個條件 那自然上來的機會就來了 是 你這一波 你往狂然力轉勝 上車大減平的機會 那自然就來了 那這是所謂的一個三個層面 對 跟大家分享 產業趨勢 形態加購 股價位階 三個層面符合 就是我現在所說的 如同君豪一般 領先大盤整理完畢的個股 這樣的個股 在這樣的盤勢當中很多很多 如果你現在真的是想著說 我要怎麼去撿便宜 該買什麼樣的股票 對 什麼樣的股票 在這一波這樣子 大盤整理下來 我說再一次的機會當中 你可以大發力士 後面會有暴力 相信我講的一句話 物極必反 對 這個刀子 下跌的幅度又急又兇 我一直在講一句話 這也是老市場在講的 環漲急跌 環漲急跌 是真的多頭 來得又急又快的一個下修 後面所伴隨的就是超額的暴力 很簡單的邏輯 一個皮球一樣啊 你從二樓丟下來彈的高度 跟從十樓丟下來彈的高度 我相信是不一樣的 是我懂 這個慣性的定律 很多東西很淺顯易懂 所以這一波的機會大家把握 尤其我說 率先整理完畢 符合這三個層面的股票 現在真的很多 加權加權 有的已經領先整理完畢了 我會說你帶了滿滿的現金 想要在未來的這一波大發歷史 甚至想要逆轉勝 可以跟健鴻做一個聯絡 務必把握這一次的一個機會 感謝老師的分享 來線上好朋友們 你們先加LINE 因為今天健鴻老師不藏私 跟大家分享 在現階段 如何帶著大家持股 能夠逆風高飛 而且後續是一大堆的暴力 讓你逆轉勝呢 老師跟大家分享這三個層面 而且你要先找領先大盤 已經整理完畢的 所以如果您現在手上有現金 滿手現金 想要跟老師一起上車 一起來撿便宜的 現在就是您最好的機會 也包含如果您手上有持股被套牢 不知道後續該來如何操作的 您也可以加LINE 讓老師來幫大家檢視檢視 小老鼠JJ1788先加LINE 現在這一波逆轉勝的機會 就在您的手中 小老鼠JJ1788先加LINE 對外框裡面 一定要留下您的聯絡方式 讓健鴻老師找得到您 不要買在黃金進場點 掌握獲利引爆點 享受獲利滿點 現在就進入台股獲利任意門 直接掃描QR Code 加入LINE粉絲團 以及訂閱林建宏分析師 YouTube個人影音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 打開小鈴鐺 先生好朋友 加LINE了沒 小老鼠JJ1788先加LINE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在後台問老師說 老師現在這個牌到底該怎麼做 現在老師告訴大家 這樣的盤勢當中 大家要停看 停莫及莫慌 尤其是您要找的是 已經領先大盤整理完畢的 例如在這樣今天的盤勢當中 君豪竟然是亮燈漲停板 萬潤呢 他依舊是在逆風高飛 那為什麼會這樣 老師有跟大家分享 他領先大盤整理完畢 而且呢 老師也不嘗試的告訴大家符合三個層面 那這樣的盤勢當中呢 老師也一再提醒大家說 還掌集貼是真多頭 所以這時候您一定要停看聽 尤其是老師有告訴大家 每一波創高 你看幫大家圈起來 這四個地方 都是再一次的好機會 都是您再次上車 可以撿便宜的好機會 所以趕快先加LINE 不管您是滿手現金的 想要跟著老師在這一波 撈一個大的 後續有超額獲利的 您趕緊加LINE 或者是您有套牢的股票 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該續爆 還是它會持續在破滴當中 這都攸關大盤指紋之後 您的後續的獲利的狀況 所以趕緊來加LINE 很多人都在問 老師這一波的大盤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止跌啊 OK OK 尤其是黃金四部曲 這一點一點的話 本波每一波 就如同現在我說 創高之後 我所說的一定會有關心雅蕙 再次命中 那這一波又快又急的話 也如同我七月二十二當下的時候 再一次規劃 目前在季線附近的位置 今天的一個所謂開低三百三十點 再創波段低 現階段的話大概平盤附近 拉大概三百多點上來 但是我依舊跟大家講說不急不急 因為我是按照步驟來 而這步驟是真的很好用 就是所謂的黃金四部曲 疑似低點 今天的低 需要來回測試 過程當中 如果震盪量說不再破低 那就是一個絕佳的上升氣味 這次就大盤這一塊 反倒我說加權加權 為什麼我們今天的軍豪 能夠強攻漲停 逆風在這樣盤勢當中 而且在過程建高之後 大盤建高之後修正兩千多點 它卻是反向從我們七月十八 短現金賺進場 對 九三塊 九三塊 進場到今天106 是逆風上漲15%的 也包含六一 八七的一個萬潤 對不對 也是一樣的一個型態 對不對 它就是領先大盤整理過 那剛才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分享領先大盤整理過 如同軍豪今天的一個表現 對 還有萬潤 它需要符合三個層面 沒錯 產業面 對不對 趨勢形態 跟股價位接 因為時間不夠 如果要再一次的 知道今天我們在跟大家分享什麼 可以就是 迴轉到上半段的 對 訂閱我們YT YT現在很方便 如果這樣的論點 你是認同的 很多股票 現在這種大盤當中 既然我說加權加權 更何況現在在測試 疑似底點的過程 有很多股票已經率先大盤整理完畢 如同軍豪一般 如同萬潤一般 是搭大發力士 搶快財的一個好機會 再來反向 我說這樣的一個盤勢當中 弱勢的依舊弱勢 像3443 對不對 我昨天頂到跳水 它已經連續幾根了 對 跳水這樣的一個型態 也包含什麼樣的個股呢 也包含3189 ABF載板 華碩集團的 景碩 是不是今天也在破這個所謂平臺的橫向整理區 那形態架構就不一樣 像這樣子形態股票 現在比比皆是 也有可能是投資人手上的股票 對 那這樣形態很明顯的 包含這個3324 雙紅散熱的 雖然現在留紅K 盤中的話這樣子大漲的 小漲啦不用講大漲 就直穩今天紅K的話3%多 但是這個形態上 它依舊今天在破低 652 也代表著這一波修正的儀式低點 還在尋漲當中 這樣的股票 形態很多 包含我剛才所說的3443 3189等等 這樣子弱勢形態的個股 如果你持有這樣的個股 不知道怎麼處理 現在真的很重要 十字入口 伴隨大盤 儀式低點在測試當中 很有可能在基線附近 持穩之後開始走一個反彈的一個走勢 但是你的個股 如果還依舊是這樣子的 弱勢破低的話 這將會導致你 在後續反攻這一波 主體完之後反攻的機會當中 你會落後 是啊 而且你的財富 可能因為這樣子 就一泄千里 是沒錯 所以有這樣的股票 不知道怎麼操作的 包含滿手現金 想要做如同 均豪萬論這樣子 領先大盤整理過的個股 跟金融做個聯絡 是 來線上好朋友們 先加LINE 小老鼠JJ1788 不論您是滿手現金 想要跟老師一起上車來撿便宜的 先加LINE 不論您是手上有持股被套牢 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小心追價追高的 犯老師的大忌 現在就是您本波押回的再次機會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來找建宏老師 小老鼠JJ1788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大盤指紋之後 一起來享受超額獲利 小老鼠JJ1788 先加LINE喔 對話框裡面 記得留下您的聯絡方式 再次感謝建宏老師 大家好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今天